大家好,我是宣運運氣,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三個字,林界線 先說港股情況,港股表現英俊 高開之後,全日反覆向好 上半場已經有不錯的升幅 下半場更厲害,越升越有,五百點六百點升上去 最後全日都不錯,保住 雖然升幅收窄了,但升幅488點 收來14946點 成交都1460億增加了 走勢不錯,今天能夠大幅做好 有幫,4%有多,一股貢獻100點 加上內地的金融股,譬如銀行股 普遍有2%的進漲 其中包裏就是建行2.6% 一向都升得不錯的科技股 今天仍然有升幅 其中騰訊升2% 加上早段,今天早段,匯豐是弱雞跌穿低位 不過美市都反過來,升2.5% 令市能夠升400幾點收市 整個市形勢 從上25000點水平,走勢很帥 看指數來講,看成交亦都叫做配合 增加了,整個形勢好像不錯 看外圍消息,亦都好像支持港股向好 兩方面,一來昨天出來的數據是帥仔 說的是美國的ISM製造業指數 去到54.2%,比市場預期為高 繼續站在盛衰分界線或擴張收縮分界線之上 反映當地製造業不錯 即使大家很擔心美國的新冠疫情 第二波爆發是否影響經濟 但看過這個數據,看不出有很大的打擊 這是第一個,就是外圍消息 數據不錯,支持 另一方面,指數 即是股市的形勢 亦都對港股有利好作用 特別是納斯達指數 之前節目也提過,做了一個小箱的向下試 兩次不穿,做了一個雙底 雙頂又雙底,這是一個密集區 密集區增持,但昨天升了157點 納斯達克指數突破了,突破了密集區頂部 走勢上出現了突破 這也是利好,所以今天剛才提到 香港科技股,ATMX普遍向好的原因 其中的動力是來自納斯達克指數向上 除了外圍之外,香港自己本身也有利好因素 剛才提到科技股向好,ATMX 原因是剛剛提到納斯達克指數 其二,市場市再次炒,恆指貴減 八月中左右,貴減 大家都預期很多科技股可能成為恆指成份股 所以今天ATMX走勢又再強勁了 剛才見過騰訊的走勢,升了2% 更加強勁就是美團,美團破頂,創新高 這個氣氛就靚仔,科技股方面 又成為大動市向上的重要動力 加上今天資金流向,好像是偏向好方面 港元再次走向強方保證的位置 金管局又要出來接錢 今次11億多港元 總之來說,資金持續流入香港 銀行體的結余一日多於一日 整個形勢好像向好那樣 只要從市場面或是基本因素來看 整個形勢好像繼續流利好一個方向發展 只不過從技術面看就怎樣呢 技術面看就所謂 有什麼提到三個字,林介點 或者林先的日,林介日 為什麼這樣說呢 部分股份,今天走勢就靚仔 再升一日,確認就升勢 所以林介日就是這個意思 包括什麼股份呢 出現走勢靚仔走勢,可以再升 就確認突破 包括友邦,看到這個走勢 今天機器就升穿五十天線 而且還突破下降軌 走勢就初現強勢 於明天再把握上去 就確認這個跌下來的趨勢 暫時就告一段落 有機會再反復,向上市高一點位 另外一隻金融股也是類似狀況 這個就是建行 出現就是突破下降軌 走勢是其一 其二呢 這三支竹 似似地形成一支 不太標準的早神之聲 其實都很近標準的早神之聲 只不過中間這支的竹身 就叫做黏了之前的陰竹少少 就不算是很標準的早神之聲 但是勢來說都是強的 即是今天突破下降軌 要明天再把握上去 就是所謂就出現一個突破走勢 也是好像剛才類似友邦一樣的走勢突破 部分股份是這樣的狀況 但部分會出現臨界日 即走勢到臨界點 包括兩隻指數 各指和恒指 甚至乎上證指數 都是有這樣的狀況 能否確認聲勢向好 就要看看能否破到重要的界線 這條界線 先講上證 上證 去到這個重要臨界位 就是今天一道星穿了這個雙底頸線 這個綠色箭墜柱柱 穿了雙底頸線當然是向好 但是穿了之後 他又不能夠站在 穿過下的 但是不能夠站在上面 反而就收了 收了多少 不是大幅收下的雙底頸線 其實收了 基本上收在雙底頸線的邊緣 換言之 摘著界 明天能不能夠走上去 或者隔一兩人兩個 就是關鍵 穿過盒 穿不到上去 站不到上去 摘著界倒收 這個所謂摘界 就是其中的上證摘界 國企指數也是一樣 有類似的情況 摘著什麼界 剛才是雙底頸線 摘著什麼 下降軌的界 下降軌的線 就看到了 今天國企已經升穿過 下降軌 但是不能夠站在上面 收回來 因為可能受到二十千線的阻力 困擾了 不能夠穿出去 反而下降軌 收回在界線之下 二日收了一天 不是很低 剛剛摘著下降軌 換言之 下降軌突破 想破 就破不了 但又不是完全不能夠破 摘著非常弱 整個情況 恆子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走勢很像 走勢 看到突破 一度突破下降軌 挑戰二十天線 但也是穿不到 就下降軌 下降軌 又是剛剛摘著下降軌 走勢上 已經破了五十千線 好像轉得強一點 但是下降軌 將破 還未破 整個形勢非常弱 所以看看明天才知道 究竟能不能夠真正向好 而騰訊都切切地 今天爆上去 但是仍然不能夠穿到 這個五百六十四元的 雙頂阻力 但是沒有剛才說的 這三個指數 三個指數 剛剛在宅住界收市 分別是 雙底和下降軌 所以大家要看著 明天的指數非常關鍵 明天能夠抽穿 由下降軌 明顯收高於今天的收市價 走勢上 就配合到基本因素 或者市場消息 向好的機會增加 但如果不是 就繼續反覆增持的可能性 就增大了 好了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